现在战兵中,狙击手是最特殊的一个军人,由于身份特殊,精同远距离射杀,能够精确命中两千米以外的军人,是任何指挥官都头疼的军人。 而对于狙击手来说,他们有三种人在战场上是必须狙击的,这也是每个狙击手必备的,第一个目标就是对方的指挥官,最为战场上灵魂人物,首先就是对方的首脑人物,一旦发现对方的指挥官,那么不用怀疑,肯定第一时间就会成为狙杀目标,这样不仅可以打乱他的指挥系统,还能够让乱军心。 第二种是对方的重击枪手,这种人是重型火力压制的,对于落防火力的打击是非常重要的,在战场上遇见,最好的办法就是狙杀。 一旦战场局势发生力准,那么胜利就不远了,所以击枪手的阵王率都达到了85%以上。 除了这两种人之外,还有一种人,那就是自己的战友,大家千万不要误会,我说的并不是狙杀自己的战友,而是现代狙击手已经有一个特殊的任务,那就是救人。 在狙击手的背包中都有一些特殊子弹,这些子弹里面都是马飞,镇静剂,还有止疼要和血清之类的,一旦自己的队友遭到受伤,那么就给来一发。 而这些子弹的结构都是特殊的,不会因此造成多大的伤害,是战场究极的必需物品。